Kan的原理,Transformer架构的诞生标注着自学习大模型时代的到来,其中以GPT为代表的主流深度学习大模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然而,作为大模型内核的多层神经网络如MLP也暴露出一些局限性,参数量越来越大,缺乏可解释性等。 这促使研究者们思考,是否存在一种网络架构创新,能在保持性能的同时,实现参数的高效利用和模型的可解释。 在超大模型不断试探模型规模的边界的同时,许多实际应用场景对高效推理以及并发处理的需求,使得探究大模型的小型化成为非常重要的研发方向。 Kan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Kan的灵感来自于苏联数学家Koma Girl和Arnold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的一个定理K是表示定理,任何一个定义在有界域上的多元连续函数,都可以表示为有限个亿元连续函数和加法运算的负荷。 乍一看,这个定义对机器学习应该是个好消息,学习一个高位函数可以归结为学习多项式数量级的一维函数,但问题在于, 这些异为函数并不一定都是好学的光滑函数,它们中的一些可能是非光滑的,甚至是极其复杂的函数。 非光滑函数的存在,限制了定理在实践中的应用价值。 因此,Koma Girl和Arnold表示定理在机器学习中一度被认为只是理论上正确,实践中无用。 在传统的深度学习MLP中,神经元之间的连接通常是一个实数值,代表连接的强度权重。 而神经元本身配有一个非线性的激活函数,如Lalo,Sidmode等。 所以MLP的集散过程是,先对权重输入加权,然后通过激活函数引入非线性,简单说就是先加后变。 Kong的创新设计是,它没有将权重参数表示为一个实数,而是表示为一种B样条函数B,Sidmode等。 这个样条函数直接连接两个神经元,代替了MLP中的线性权重。 也就是说,Kong的神经元是无感知的,它只是把各条连接的函数数处归隆起来简单地求和,激活函数从节点拿到了边上。 就是说,先变后加。 可以想象,有一条复杂的曲线,我们想用数学函数来描述它。 一个办法是用一个高阶的多项式函数来拟合这条曲线, 但这可能会导致函数在某些地方波动很大。 另一个办法是,我们把这条曲线分成几段,每一段用一个低阶的多项式函数来拟合, 然后再把这些函数平滑地连接起来。 这些分段多项式函数只要在拼接点出满足一定的连续性条件, 即可保证整个函数的光滑性。 这就是必要条函数的基本思想。 先变后加代替先加后变的设计, 使得康的每一个连接都相当于一个小型网络, 能实现更强的表达能力。 康的主要贡献在于, 在当前深度学习的背景下重新审视K式表示定理, 将上述创新网络泛化到任意宽度和深度, 并以科学发现为目标进行了一系列实验, 展示了其作为AI加科学基础模型的潜在作用。 康的设计创新体现了作者在理论洞见和工程实践之间取得平衡的用心, 是将抽象的数学原理转化为具体的计算模型的一个成功尝试。 作者并没有在理论上证明, 加深网络就能克服不平滑的问题, 但作者指出, 科学和日常生活中的大多数函数往往是光滑的, 并且具有稀疏的组合结构, 有利于形成光滑的Coma Girl O.Arnold表示, 这里的哲学类似于物理学家的思维方式和基本预设, 他们通常更关心典型情况而非最坏情况。 作者也举例说明了, 即使对于一些非光滑的函数, 康也可以通过增加网络深度来逼近。 实验中, 一个四变量的函数可以被一个三层的康光滑的表示, 但可能不能被一个二层的光滑康表示, 这说明了深度对于函数逼近的重要性。 康的原理可以打个比喻, 康模型的独特之处在于, 对神经元之间的信息流不再使用固定的连接键, 而是给每一个连接管道装上了可以自由调节的水龙头可学习的阀门必样调函数来控制信息的流动。 这些水龙头就是数学上的样调函数, 它们可以随着数据的不同而自动调整形状, 让水流更加顺畅。